大家好 今天是8月23日 星期二 今天一講故就是低開 開始時有雜幅上來 恒生指數跌13點 國際指數跌6點 科技指數武器跌 阿里巴巴跌0.56% 領事數升7點 但平保跌1.15% 領事數跌6點 碧桂園開始升2.33% 升幅最大的藍籌 新洲國際跌1.87% 跌幅最大的藍籌 A股開始跌2點 開市之後港股一度由升轉跌 權重股領升 美團升1.2% 匯豐0.6% 但很快 股盤就容易 恒生指數跌百多點 手機設備股再跌 信譽光學跌2.7% 衛生指數跌1.4% 但內房股持續上升 碧桂園升2.7% 龍湖升1.4% 滑洋置地上升1.1% 升幅最大的藍籌 好 又並升跌4.9% 是跌幅最大的藍籌 領事數跌20點 創科跌3.5% 領事數跌10點 汽車股大跌 吉利跌4.6% 是超過了 若美成為跌幅最大的藍籌 領事數跌10點 比亞迪跌1.37% 長城跌4.1% 內銀股編語 建設銀行跌1% 領事數跌10點 超商銀行跌1.5% 恒生指數上週最低跌到19463 跌194點 領事數接近中午跌 復收窄 恒生指數上週收市跌96點 國際指數跌29點 創科技指數 武器跌 成交407億元 下週港股跌幅 擴大到200多點 若名生物跌3% 領事數跌14點 吉利跌5.45% 跌幅最大的藍籌 領事數跌11點 創科跌3.6% 領事數跌11點 其他的股份就是 醫藥股大跌 若名康德跌4.7% 領事數跌2.6% 白濟神州跌3.9% 往往醫藥升4.9% 但是天氣現已及 旱災 內地缺電 煤電股上升 煙礦升4.4% 領事數跌3.2% 領事數跌3.9% 華電升4.8% 大唐升3.2% 石油股上升 中學股上升3.1% 中石油股上升2% 恆生指數收市略為回升少少 跌173點 國際指數跌46點 科技指數跌11點 成交866億元 權重股再跌 恆生指數跌200點